今天我們來製作這一個廣告橫幅的這個Manner 廣告橫幅的這個動畫效果 這個主要講一個動畫的加減數的變化 好到A1當中這個歡迎畫面你可以直接關掉 也可以按下New Project 這個他直接就進來了 那直接關掉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先新建一個合成 這邊有一個New Composition新建一個合成 好大小19201080勾選這個比例 然後正方形像素OK 這邊時間我們抓10秒 1000先抓個10秒 然後後面多了再裁掉 5秒我看一下 應該5秒就可以了 5秒6秒我們抓個5秒就可以了 500這樣好 那另外這邊預設每秒是30格 那為了讓動畫呈現更多細節 你可以再增加多一點 所以這邊我試著做一倍看看 多一倍60格 60格 這樣的動畫會更多細節更平順 那通常我們都是30格不去改 那這邊比較特殊稍微我們 嘗試看看多一倍的影格 看變化的效果 OK 再來背景我希望有個顏色 所以我先新增一個單色層 在時間軸這個地方按滑鼠右鍵 可以快速新增A1內建的屬性 這邊新增Solid單色 這個顏色我就改成淺灰 接近白但是還是有點灰 好OK 這是我的底色 然後鎖起來 之後就不動了 再來我要做一個波浪 就左上角這個有波浪的造型 這個造型可以直接用內建的矩形工具來繪製 大概畫一個大小 這個顏色無所謂 就大概方便辨識就可以做區隔就好了 好那這邊我要做一個濾鏡 讓它有這種波形的動畫 好那在右邊的特效 預設級這個面板 找一下Wave 第一次打開的時候會比較久 因為它去把全部的濾鏡都展開 好 Wave Wave Wrap 這個 Wrap 波形扭曲 好給它 就這個波形 好 那這個本身是會動的 它本身就這樣會動 好 波動時間它就會流動 好 所以你只要改變高度跟寬度就好了 這個是高度 所以流動是這樣 好 句子 然後這個是寬度 所以這個抓自己喜歡的 參數就可以了 好 要波動畫 它本身就是會動的 OK 好 所以這個抓一個你喜歡的 那其他的一些方向 你覺得這樣比較像海洋啊 因為海洋波浪了 這樣也不錯 好 所以這個你試看看 然後這是它流動的速度 這個數值越大 它動起來就會越快 好 那這個預設指1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進行一些調整 好 那這個方向我設0 90 好 方向你再自己抓 好 這個高低位置 自己試一下 這邊的高度與寬度的調成 20跟200 好 那這裡我要做一個預置合成 方便控制它的一些動畫 這個形狀圖層 在它上面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precompose 預置合成 我們可以將一個素材 在事先裝到一個合成當中 為了後面的編輯跟方便 可以先做這個動作 合成的名稱 這個看你要不要改 這個預設值我就不動了 OK 注意看這個形狀的圖案會改變 它變成一個合成 然後針對這個合成 圖式雙擊 進入它的編輯室 就會看到原來的圖案 好 那這個是為了方便做動畫 好 那以後其他用途我們再來看 那現在我就要把它抓到左上角 然後透過旋轉 你可以在這個屬性上按R rotation 好 這裡我轉 步45度 好 再移到不要的位置 好 這就是我左上角的一個 裝飾動畫 至於位置 再調到比較恰當的地方 大小再自己調 如果不滿意 你可以雙擊合成的圖案 點進來 就會看到這個 你可以改變它的大小 或者是它的高度 好 這個都可以再次調整的 回到這邊 這裡就會更新 好 再來我們把我們的主產品 運動鞋放進來 透過這裡可以再切到Project 好 因為它被這個擋住 這個面積就折住 這裡也看不到 下面這卷軸也可以拉了 那透過這裡可以透過 這個方式切換到裝飾面板 在裝飾面板這裡雙擊 這邊我選擇這個運動鞋 那音樂我也順便帶進來 所以我全選這兩個素材 按下Import 放進來 好 這個是運動鞋 這是背景音樂 好 運動鞋先擺進來這邊 好 那我也會習慣預製合成 因為以後再做一些 置換素材會比較方便 所以按右鍵做一個Precompose 好 好 這裡就是去Product 好 這裡 目前還沒做東西 所以這兩個我們都預設不改 以後有講到 我們再來說 好 確定 好 那這就是一個合成 那太大了 按下S 縮放 縮到適當的大小 擺在你覺得 比較好看的位置 好 它這樣抓40 好 簡單是這樣放進來 然後我要做一個上往下的動畫 這裡我要做一個陰影 稍微懸空一下 再大一點 太大 好 這樣OK 好 然後我們抓大概兩秒 兩秒就在這個位置 後面停留呈現 所以這裡要錄一個Position P位置 這是我們要停留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地方按下 馬表 所以這關鍵一個就產生了 然後回到前面的一秒鐘 左右的時間 這個往上拉 它的過程會歪 按住Shift 可以限制垂直或水平的方向移動 好 那我現在預覽動畫 把工作區 限制在這邊 大家預覽後面沒有動畫的 才不會播到 預覽動畫 按下空白鍵 好 運動鞋就上而下 移動 再來你看一下 這個運動鞋的動畫 它是匀速的 它是菱形 菱形就是匀速線性的 那如果要有快慢變化的話 把關鍵影格選取 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easy is 淡入淡出 它就變成這樣凹的弧線 這個就會有慢快慢的效果 我們看一下 這樣才有一些動態 好 所以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改變 關鍵影格的速率 讓它會有動態的節奏 因為平鋪直速 或是一樣的速度 動畫看起來會很呆板 那如果你要讓動畫更快的話 你可以把關鍵影格拉近 再看一下 它會再更快 好 這個是基本的概念 關鍵影格越遠會越慢 那我現在還是抓一秒鐘的時間 那已經改成這個了 改成這個有曲線的 那這樣的動畫還不是很好 我們還可以透過進階的 進一步的曲線編輯器 這一個 這個來調整 這來調整更誇張更緊湊的動態感 這樣是關掉 那你要選到你要修改的屬性 有關鍵影格這個屬性 到曲線編輯器 才會看到曲線 如果你選的是這個沒有關鍵影格 進入曲線編輯器 這邊是空的 OK 好再來我要讓它有更快 更好的加減數效果 我們先體會一下現在的效果是這樣 有慢怪慢 但是我希望再更好看一點 所以針對這個屬性 Position這個屬性 選取它關鍵一個都選取 然後按這個按鈕 就要進入它的曲線編輯器 好 預設這個曲線是長這樣 那我要調整是它的速度 所以在下面有一些它專用的工具列 你找到這一個 這個 它預設它是用數值 數值來做變化 我們要把它改成編輯速度曲線 這個要記哦 速度曲線 所以它這樣的 這是又加減數的速度 那預設這慢快慢了 像這樣的弧線 那這個以後看久 你就會大概懂了 預設是數值 我的位置 比如說這是它Y軸的位置 到另外一個位置 那我現在要改是速度 所以把它切成速度曲線 好 然後這裡 把這個把手調一下 往這邊拉 水平的拉 不要上下動 左右拉就好了 好放開 好 這樣就會快 滿 快 滿 越陡峭的越快 越平坦的越慢 這是動畫曲線的概念 好 那我們播看看 好 這樣的效果 是不是比剛才的更具有動態感 我現在還遠回去 剛才是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它有慢快慢 但是還是慢慢降下來 好 那我希望 衝得很快 然後慢慢停下來 所以你把 右側的把手 往這邊拉 好 再看一次 好 這樣的速度感 會比較有 衝擊的視覺效果 好 那另外你也可以做這樣 你可以把這個往 右拉 那這個就會快 然後變慢 看一下 應該是慢變快 更正 好 這樣效果沒那麼好 所以我拉這一頭就好了 這樣 好 所以這樣的動畫 就會更有視覺的衝擊性 再來我要再讓速度感更好 所以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 會有一個叫動態模糊 現在這個曲線編輯器做完之後 你可以離開 那動態模糊是這樣 這個塗層 我希望有動態模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圓球 然後有個殘影 這樣叫打開動態模糊 只要會動的東西就會有殘影 就會有殘影 那這個是動態模糊 這個塗層有開 但是還有一個總開關要記一下 這個是啟用全部塗層的動態模糊 這個如果沒有開 這裡是沒作用的 所以我們有需要動態模糊的 我們會先打開 然後最後輸出動畫再開總開關 因為這個打開會很好支援 所以這個打開之後 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看一下 你們看有模糊 你們那個速度 所以我加上動態模糊 它的動畫會更好看 它會有個殘影 速度越快 這個殘影就越明顯了 你看一下 沒有動態模糊 有動態模糊 沒有 有 速度越快 殘影拉的越長 那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裡就拉了沒那麼長 因為到這裡已經變慢了 好 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整個 有加動態模糊的速度效果 那平常這個動態模糊呢 有需要做會先開 但是總開關我們先關掉 最後輸出的時候再開總開關 這樣子對於檔案或圖層 比較大的這些專案 在電腦運算上會比較節省時間 好 那你如果現在剛才做也只有一兩個沒差 那你就一直開著 這樣避免之後忘記打開也是可以的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鞋子 用關鍵影格 然後再加上曲線 曲線的慢快慢 曲線的更大的動態弧度 那你會發現我切過來看不到 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你沒有選這個關鍵影格 所以到曲線編輯器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編輯記得喔 一個前提就是你要選取 你要編輯的那個屬性 然後再到曲線編輯器 才會看到它的線 那如果你沒有選 或是選別人 沒有關鍵影格 這邊是看不到的 這個要注意 那如果這個想清掉的怎麼清 你就把關鍵影格選取 坎穿著點它一下 會變線性 線性是長這樣 這是線性 這個曲線要慢慢去認識 然後再重新給它一個慢快慢 慢快慢的曲線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再透過手動的微調 將它拉成有高峰 再低波 再走低峰 所以這樣就會有慢快慢 好 那這就是曲線編輯器的切換概念 那如果做錯了 就把它回復菱形的關鍵影格 或把關鍵影格清掉 重做也是可以的 那加上動態模糊 整個速度感效果會更好 接著我們製作這個運動鞋下方的陰影 讓它的空間感更好 所以這裡我會用橢圓的選取工具 在它下方畫一下 這個物件在繪製的時候不要選取 要不然會建立折射片 所以我沒有選任何圖層的情況下 將去畫 像這樣大概畫一個這個陰影的範圍 那顏色從這邊來改 用黑色 好 切換到選取工具 離開 這是一個影子的範圍 那這樣會有點假 所以我現在要加一個濾鏡 叫做快速模糊 FastFastBlur 快速模糊 這個版本好像已經移除了 那這邊我換另外一個 那這個 RadioFastBlur這個 丟掉 好在這個地方 我一樣找Blur 那你找到這個 快速方形模糊 它有一個叫FastBlur之前的快速模糊 現在好像找不到 那我現在找這個FastBoxBlur 那它的功能基本上跟那個 快速模糊是一樣的 只是它多了一個 它把強度拌進柴檯來做 那我現在只要調一個就好了 那這邊有一個強度 這給你自己斟酌 好 那這個抓一下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會有一個那個 影子的效果 那你如果覺得太假或太重 那你可以把透明度減輕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這個橢圓再壓扁一點 在下面這地方 這裡 這是它的路徑位置 筆畫填滿 填滿這個地方 形變好了 這裡 形變有個縮放值 你上下再縮一下 所以這個縮放拿掉 只要歪走就好了 壓扁一點 像這樣 這樣就一個立體感 所以這個模糊的強度 也會影響到 所以自己抓一下 這個 好 所以這個 調看看 邊調邊看 這個數值 不用去記 也不一定說哪個數值才好 因為每個物件的大小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樣就一個立體的層次 這樣掉下來 這樣 OK 好 在最後這個影殼上 看一下它的位置 對不對 需不需要再低一點 還是說這個 運動鞋需要再高一點 那你如果真的要再高一點 你要在關鍵影殼上調整 拉到關鍵影殼上 然後 按住 Position 選取Position 所以待會更改位置 這兩個位置會一起改 這樣才會更新 你剛才錄的關鍵影殼 要不然它大概會亂掉 動畫會亂跑 這個要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影子 影子 我剛調它的高低 是在它的形變底下的 Scale 然後場關筆關掉 它才不會等比例 那這個位置 你也可以再調整一下 大家 好 再來這個影子 如果運動鞋還沒進場的時候 它還在這邊的地方 所以這樣會有點假 所以我現在在 運動鞋停留的這個地方 然後找到這個陰影 按下T Transparency 透明度 我要錄它動畫 但是在錄的時候 這裡我先刷蛋 因為覺得還是有點重 所以我現在先抓到85 OK 好 按下馬表 所以它最後停留是85 然後在前面這地方 還沒出現 這裡要消失 所以這裡透明度是0 所以一開始是沒有的 那運動鞋進來之後 這樣 它才會影子慢慢出來 那至於這裡的深淺度 再抓一下 再來動畫做完 都是線性的 其實各位都一定要最少 最少都要做慢快慢的變速效果 再來我要製作運動鞋後方的一個 T型的漸層背景 這個是我們樣的背景 所以更改一下名字 這個解鎖 按Enter 可以更改圖層名字 好 這個是背景 這個是 這個是 好 然後這個背景複製一個 Ctrl加D 複製 好 這鎖起來 這個是背景 第二個 這個 替它加一個漸層 漸層 所以在濾鏡這個地方 搜尋 RAMP Mt RAMP 漸層 gradient 漸層 RAMP 是一個有斜度的意思 這個交給第二個 背景 這樣的漸層 好 然後 顏色就是 開始顏色 這個 這個 抓一下 好 再來第二個顏色 這個 在 這裡 好 大概這樣 所以這是漸層 這兩個顏色 然後你選到這個 漸層的濾鏡 你去看上方 上方這裡 這裡有一個點 有沒有 這裡 就是第一個顏色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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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二個顏色 那 漸層的樣子是 預設線性 可以是 圓形的 所以這是圓形 這個是 半徑之後 消失掉 這樣空間感也是不錯 好 所以這裡 這個 對調 前景背景 對調 好 那現在我重設一下 如果調亂的按下 Reset 重設 好 預設是垂直的 線性的垂直漸層 好 第一個顏色 抓一下 第二個 顏色 抓一下 好 大概是這樣 OK 再來我發現我左上角 這裡有個白色的線 那是到底是 沒有區培區幹線 還是它有邊線 我們要點這個 進去看一下 我這個有邊線 所以這裡有stroke 我沒有拿掉 所以stroke 點擊這個文字 筆畫的文字 選擇沒有邊線 OK 然後再回到這邊 它就會更新 OK 好 那再來背景的 這個鍵程 這裡我要加一個遮瑟片 所以在 針對這個加遮瑟片之前 你要先選取 然後再來使用 向量工具 這邊有拿筆 拿筆來做 好直接點擊 點擊 點擊 手小一點 沒有到最外面 在最外面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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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這個地方畫出去就可以了 主要是這個斜線的位置 好 回到圓點右下角 會出現圓形 這個筆形工具跟 Photoshop以拉 做法都一樣 再調整一下你要的這個斜度 大概這樣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來錄製動畫 所以這個看你要擺的一個斜度的位置 自己抓一下 然後記得要選舉它 才是針對它去增加這個的遮瑟片 這個區域內會看得到 其他的就會看不見 好 那是這樣 好做完了 離開 用選舉工具離開 那我希望左上角這個漸層跟這個漸層一樣 所以你再重做一次會比較麻煩 所以你可以選擇背景色這個漸層 這個濾鏡 然後做拷貝 拷貝 然後選到這一個 左上角 這個形狀 這個可以直接貼上 貼 那這貼就貼你拷貝的濾鏡 所以這裡 就會繼承過來 那這樣就會是同色系的效果 再來我要錄製背景漸層的動畫 這邊有抓到3秒 所以這個把工作區長度拉到3秒 好這個地方 3秒這裡為最終的 大概 我先大概抓一個tempo出來 選擇背景第二個 按下P Position 好按下馬表 這是最終的位置 然後大概抓到1分半 好1分半 好這個 方塊摸出去 我的過程按住Shift 可以沿著水平方向移動 好大概是抓這樣 好 可能有點慢喔 好這有點慢 好沒關係 因為我還沒有做加減速 這個 好然後把這兩個關鍵一個按滑鼠右鍵 先做基本的慢快慢 我們看一下 好 所以這裡再跨一點 它下來之後 這個這條就要進來 所以這往前挪一下 這個再往前挪一下 好再看一下 好大概這樣 那基本的慢快慢是有了 可是還不夠明顯 所以選到這個Position 整個都選了 然後進入它的曲線編輯器 好這裡我要顛倒 我要一開始比較慢 後面 一開始比較快 後面比較慢 大概這樣 好 我們看一下效果 好的 大概這樣 它慢慢的變慢 這樣子 好那至於這個間距的位置 需不需要再往前挪 需不需要再靠近一點 那就自己斟酌了 OK 好所以這個tempo 還要再結合音樂的節奏感 然後慢慢把關進一個調到 比較恰當的位置 來 再來這一個背景的 從右近來的這個動畫 如果你要更有速度感的話 一樣可以開一個什麼 動態模糊 這個 好我們看一下 它開始比較快 這就比較明顯 這就比較不明顯 好這個動態模糊 這是使用前使用後 好那另外再提醒一下 在編輯這條線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畫向量物件太多的話 這個可以關掉 所以有時候不小心按掉 你忘記了 所以路徑看不到 是這個做開關 OK 來 接著我們看一下左邊這裡 這幾個向量的筆觸這樣畫出來 那在畫這個時候 我們先畫水平 水平比較好做 做完之後我們再把它調寫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邊先畫出這個彩帶 那這個用直線 用路徑來做 那路徑要介紹一個可以做修剪的運動方式 好在這個地方 我先新建一個合成 切到專案面板 這個按鈕叫新建合成 這個合成是 Rainbow 大小都不變 長度也都不變 OK 好這是一個新的合成 那我們在這裡面畫這條線 這裡用筆形工具 好直接畫大概這樣的寬度 好點一下 不要拖曳 我要畫直線 點擊 按住shift不放 點擊 這樣是直線 好 再來這個筆畫改一下 我要填色 填單色 粗細加粗 粗細你自己抓 寬度你自己抓 大概這樣 這是第一層 好這個enter 這個是上層 中間 中間上層 好沒關係 先這樣 好這是一條線 然後線可以做一些功能 向量物件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add 這可以增加很多 預設的動畫 這我們慢慢介紹 那我們今天先認識一個 叫做修剪路徑 trim path 修剪路徑 加了之後 在它這個物件屬性下面 多了一個trim path 這裡就有一個開始跟結束 如果調整結束 它從開始到結束 就0到100 那你如果是調start的話 就是0到100 我一定100到0 看你是要從頭刷到尾 還是從尾段結束 你都可以 好 那這個就是線條的動畫 這個 那當然我們再來錄 你先畫一條這個線 然後再來錄動畫 然後再來多做幾條 OK 再來這一條路徑 首先我要簡單做個動畫 做動畫我要一開始從沒有 長到有 所以我要錄end 那我大概抓個30格 30格 在這地方是完整的 所以按下end這個碼表 所以它100是完整的 然後倒回去做 這裡 這個地方 輸入0 最後就會有這個效果 我把這個範圍限制起來 好 按空白鍵 大家 第一條好了 那我先收起來 我們再收下面的屬性功能 有個快速鍵 可以記一下 就是useuse 那個前面那個字 U U U可以打開 你有曾經做過的關鍵影格 那個屬性 U可以全部收起來 U use 使用過的屬性 use 沒有用過的 它不會展開 U 記一下快速鍵 好 這第一層 第一層我先拉到後面這個 看到整段時間 透過這個選取工具 這個我拉到最下面 選這一層 然後抓這個 拉到下面一點點 好 那上面我要再複製一個 Ctrl加d 複製 好 這個是上面 這個下面好了 下面 這個是上面 好 這往上抓 好 這一個往上抓 抓的過程按住shift 可以限制垂直的方向 大概這樣 好 這樣兩個 這個 所以剛才有動畫 所以複製出去 也會有動畫 好 那它的位置 再抓一下 記得要在關鍵影格上去調整 你看一下這個 按下U 按下U 有 好 這個按下U U 這個B 發展這個有 我的中文打字的關係 好 所以基本上這樣沒問題 那下面這個我要再往下降 所以在調整的時候 最好都在關鍵影格上面去位移 才不會動到 好 所以沒問題了 然後再來一個斜線 斜線的話呢 一樣再找一層Ctrl加D 好 這個是中間的 Enter 重新命名 改個名字 好 這是中間的 然後選到它一樣往上抓 但是我不要這樣動 我不要這樣動 我先把顏色改一下 顏色 這裡我改灰 好 這顏色是灰 然後它現在在上層 這樣看比較清楚 那我現在做一個斜線 這個點不要動 我要動這個點 所以用筆形工具 筆形工具 靠近它 不用按卡之後 這邊靠近它 然後往上抓 抓到這裡來 這裡來 那你可以稍微往內縮一點點 讓這裡切齊 好 再來這裡 這裡 直接抓這個點 哇 這樣會新增 直接碰一下 再移動 這個切到這個點 然後它的位置不對 它在上面 抓到最下面 它在後面 好我們看一下 所以就會有這樣效果 只是這個顛倒了 對不對 這顛倒 待會再來調 先確定你這裡 再大一點 這裡有接的好 沒有的話再調整 再來 這裡 不要破綻 好 大家以為我們是一體成型 然後又有顏色變化 看起來空間感 就會比較明顯 這邊我調整一下 這裡的順序會有點不對 在這個地方 第30個也是中點的位置 它會這樣長 它這樣縮回去 所以大概長會這樣長出來 所以這兩個端點的位置要改變 透過筆形工具 這個要拉回來 然後這個要拉到左上角 然後這個要拉到右下角 然後現在先讓它變成完整的 比較好對位置 現在拉右下角 來放大一點 好這裡先對好 再來 這裡 拉到 左上角 但是左下角那個端點要對準 好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地方錄動畫 就從它的 B開頭就最底層那一層 當它最底層那一條走完之後 才開始走灰色這一條 那灰色這一條 要從這個時間點開始做 然後錄AND AND 這邊是0 0 然後按下碼表 然後再到這裡 應該是100 100 0 好0對 然後到一秒鐘的時候 再拉到 100不對 要顛倒 來重來 這裡是0 然後這裡是 100 這樣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從這裡 這樣長出來 上面那條先不看 底下那條向右 然後灰色再往左上 到這裡 所以30格一秒鐘 OK 然後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是Tub這個 這個 這個就這邊動畫做好了 你就要把時間往後推到這個起始點這裡 把這個整條整條往後挪往後挪到這裡 這樣它就會從頭開始 這樣 OK 所以整個撥起來會是像這樣效果 這裡會有點破綻 所以這個不要剛剛好 稍微要往前推一點點 讓它蓋掉 那還沒到的時候就要蓋掉 先往前一點點 好 像這樣 好這樣 那因為這個我還沒有做加減數 所以給它慢快慢 好 我們再看一下整個動畫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接縫的部分 再接好一點 這裡 好 再來這個基本的加減數 有了之後 如果你要再讓動畫效果更好的話 你要進入曲線 來進行調整 那現在我把這三個選曲 按下U 可以看到我們的關鍵影格 那現在一個一個來 最下面這一條是B 這個 好 那這個點這個and 然後切換到曲線編輯器 好 一開始是由慢 然後變快 所以我拉這一側 這樣是慢 然後是快 慢 快 然後中間 中間這個 中間 然後你要選這個star屬性 才會看得到 這個兩個都會合到中間去 還原一下 用這個 中間這一個 這個向右拉 放開 這個向左拉 放開 讓它中間比較快 像這樣 好 然後最後這個 這個T 這邊看不到 你要點那個有關鍵影格 這個屬性才會看得到 所以剛剛是慢 所以現在快 然後以慢收尾 所以這樣會快 然後慢 比較平坦是慢 變慢 比較陡峭是變快 注意這個 好 所以效果會是這樣 好 那這個 關鍵影格位置 這個可以再往後推一點點 我們再看一下 好 太快了 好 所以大概抓一下 好 那這樣會不會太 硬 或是太 快 那你自己要再抓一下這個 所以中間這個 我再回覆回來 這兩個回覆回來 Ctrl按摩點關鍵影格 回覆線性的 然後這個 將它變成F9 慢快慢 好 先抓這樣 好 大概這樣 OK 好 然後再最後就在這個上面 加兩個字 好 那疊在這上面 那另外這個色調顏色你也可以改 這裡 我換成 譬如說 好這個紅 好 這一樣的 然後這條 點這個顏色 然後用滴管來吸它 就一樣了 然後背景色這個 應該是中間這一條的背景色 然後用滴管吸它 但是加深 按部的顏色 這樣 我大概抓這樣 好 然後用文字工具點擊 好 看要打什麼字都可以 換個字型 換個字型 換個大小 改個顏色 然後疊在 這兩個水平 橫條的 上方 好 那現在增加兩個文字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我要再介紹一個濾鏡 很快可以讓文字產生一些基本的動感 這個文字字型顏色自己挑 在特效這個地方搜尋 Large Large Scale 大的縮放給文字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文字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這個時間比較後面 所以你自己要看一下 這樣 好 那時間會比較慢 那基本上會幫我們完成基本的動畫 那我們只要選擇這個文字 按下U 它用的是這個偏移值 那這個數值如果 太慢的話 就是把關鍵一個拉近 所以這兩個關鍵一個拉近 我們再看一下這裡變化 有沒有 它這個文字動畫就好了 這個 好 這樣 好 來另外一個再做一次 Large Scale給它 好 然後選到這個屬性按下U 它動畫在這裡 綠色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關鍵一個拉近 然後把它往前挪 這個 這個往後挪 這個可能在前面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動畫 它出來的時候 好 這個要在前面一點 看一下 好 這樣 大概這樣效果 好 那要不要有慢快慢 就抓一下 基本上都要加一個基本的慢快慢 把這四個選取按滑鼠右鍵 Easy is 也不久 好 我們看一下基本的動畫 好 這應該在後面一點 它出來的太快了 好 跑完 自在跑出來 彩帶跑完 文字再出現 好 這個間距跟節奏 再搭配音樂 來配合它的位置 以及它的快慢 在我現在看一下這個彩帶的動畫 我覺得有點慢 我希望它再快一點 所以 我可以把它後面這個關鍵影格 1 2 這兩個 還有中間這個 這個按U U 再一次U 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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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 往前拉 這樣 好 他們就會比較快了 好 這個 速度的部分 你再抓一下 這個 好 那整個這個彩帶的基本型做完 這個是一個合成 我們要切到我們的 COM 1 COM 1 然後把剛才已經做好的彩帶 放進來 放在最上層 這個Ctrl A 全選U 把沒有必要收起來 把 這一個 Rimbo 拉到最上面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撥一下 好 這個有動態模擬 所以預覽的時候 會比較慢 正常的 所以我到這個地方來構圖 這個Rimbo 按下S Scale 要不要小一點 然後位置調一下 好 然後我希望它有點打斜 打斜 所以這邊再加一個濾鏡 這個濾鏡 叫做Transform Transform 這個變形 點它 如果直接丟不上去 到這邊 其實這個就是它 它搞不好 這裡 好 這裡有個變形 變形有那個 基本的幾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 這個屬性下面也可以 那我現在套這個來區隔 這裡有一個叫Skew Skew是傾斜 Skew縮放 這幾個就比較清楚 Skew是傾斜 那透明度 旋轉 還有這個抖動的角度 還有取樣 這個會比這個屬性下面這些功能來得多 多一些 這裡 所以這裡 這裡沒有傾斜 所以我加上這個Transform 那這裡有個Skew 改變這個數值 好 就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大小從這裡來看 Scale 小一點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預覽一下動畫 好 這個太早出現了 太早 好 所以往後退 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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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你是要等 運動鞋進來 它才出現 還是什麼時機你要抓 預覽的時間再拉長 再預覽一次 好 後面停留時間要再長一點 讓人家看這個字有看完的時間 不要太長出 好 大概是這樣效果 那個傾斜值有點過大了 你就像這樣預覽會有點差 所以我現在再調整一下 再調整一下 這個數值 一點點就好了 好 再預覽一下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你可以加上音樂 這邊有個BG的Music 這個你就自己去找了 好 那現在這個 基本上波形會看得到 往前挪一點點 好 然後從這裡預覽 好 那這樣差不多時間也可以 那這裡尾端的聲音 讓它減弱 這裡 在時間 聲音這裡 按下碼表 聲音一般0就是最正常的音量 你可以再大 然後如果是負的就會變小聲了 我這裡變負的 它就變小聲了 就有淡出的效果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這個時間不夠長 再延長 再延長 好 那延長的部分呢 怎麼延長 現在這個come 它時間是5秒 那透過composition setting 這個地方 可以把時間延長 我再多個1秒 0600 好延長了 所以這裡要再往這邊拉 這裡時間就不夠 所以你要選這幾個 把它往後挪 這個鎖起來要解開 一起選 一起往後演 好 然後產品跟這個取樣值 他們的時間不夠 所以拉不出去了 因為這是一個合成 合成它只抓到5秒鐘 所以你拉不長 如果你要能夠拉長的話 你必須這樣 進入 這個合成裡面 再去改這個 時間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就是 在製作合成的時候 寧可把時間拉長 後面切掉 比較簡單 那不夠的 你要再一個一個延長 那是挺花時間的 所以這邊再看一下 這個點進去 這個長度只有5秒 我可以透過合成設定 來延長時間 6006秒 6秒好了之後 這個再往這邊拉 你會看到延伸的時間在拉長 那回到這邊 這裡也沒有拉長 你要再把它覆蓋起來 這個注意一下 那聲音的淡出 再往後挪一下 好 聲音淡出就不用加減數了 好 看一下 好 大概是這樣的效果 好 那這個是整個 Banner的廣告 一個看你要做運動鞋 或什麼產品都可以 那最後輸出 合成底下 增加到 Adobe的媒體堆裂 就會進行影片的輸出了 OK 好 那麼這個 橫斧的廣頁廣告 或是運動鞋的廣告 我們就做到這裡